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近日,一月一星欧中欧班列满载着电动汽车、电动自行车、布料、日用百货等商品 从浙江义乌出发,出口到千里之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截至目前,一星欧中欧班列义乌平台累计开行往返德国方向班列1287列 进出口标箱突破10万个,达到10.38万个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监管一星欧中欧班列 对德国累计进出口165.9亿元,年均增速达64.7% 据了解,2014年11月18日,首趟一星欧中欧班列从义乌发车起运 沿途经过德国汉堡、杜伊斯堡等城市 目的地是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这是世界上运行线路最长,途经国家最多的国际班列 打通了小商品通往德国的路上通道 而作为一星欧中欧班列重要停靠站点 从伊乌开往德国的中欧班列开行日趋平反 对德一星欧开行班列数量不断增多 运输货物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最初的以出口小商品为主 发展到目前出口太阳冷光伏板 汽车零配件、智能设备等 此外,为保障班列顺利运行 伊乌海关持续推进24小时通关等便利化措施 与口岸海关签订合作备忘录 推进多票转关单捆绑申报 转关单证无纸化传输等举措 班列100%提前申报 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至10分钟 同时,伊乌海关开辟中欧班列发运绿色通道 推行海铁加中欧班列 国内铁路货运加中欧班列等物流模式 浙江省内宁波等地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出口 转口货物可以通过铁路转运至伊乌 再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出境 有效缓解公路运力压力 新品牌战略下多渠道融合产品出海已是常态 大中小卖家们重回到同一起跑性 从六边形特种战士到八边形特种分队到全能军团 跨境电商指挥越来越多 想用轻方式快速撞打机会死路一条 提升能力边界的军备竞赛 已经全面展开了 阿里跨境智库开讲 三人欧师舍广州站第五期开课 新品牌战略下的多渠道出海运动工具服务进化